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方文面前面 我是王一飞 最近俄罗斯一位副总理对C2929这个项目 说正在考虑要减少对这个项目的参与 对于这件事情 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一天先生 请他对俄罗斯副总理的最新的言论 请进行一个分析 其实这个事是有脉络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一个部长 主管这一块的一个部长 他就说我们中俄合作的CR929 要完全排除西方供应商 我们又要用采购俄罗斯的这一套高端零部件 什么发动机什么航电系统 采用俄罗斯的还包括起落架 然后副总理现在又说 可能俄罗斯是要减少在里面的份额 然后可能还要退出 那么这两个人的说法 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南辕北辙 一个说是要加大俄罗斯的份额 一个说是要减少俄罗斯的份额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关于这个CR929的定义 中俄双方是有他们各自的需求的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中国的航线的长度 大概是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这个普遍的航线长度都是两千三千公里最远 而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它在南北之间的宽度并不宽 但是东西之间宽度高达一万公里 所以俄罗斯的自己造的客机 它的航程普遍是比普通的国际上的这些客机 是要长得多的 俄罗斯这个需求是跟正常的 我们这个航空市场的需求不大一样 而我们中国造这个飞机 是不单是要我们这两家用的 我们还是要全世界到处要卖的 我们这个野心是比俄罗斯更大 我们瞄准的是全球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要瞄准的就是欧美的认证 所以不能单单是要适应俄罗斯的需求 因为俄罗斯国内市场才几架飞机 撑不起这么大飞机 所以这是双方的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就是俄乌战争之后 西方对俄罗斯就是全面制裁 俄罗斯以前能买到一些高端的航空零部件 现在买不到了 这造成什么呢 这就造成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国内的航空业 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然后也急需中国这边去给他们一定的支持 所以说这就是前面一段时间 那个部长说 我们要完全排除西方的供应商 要用俄罗斯的供应零部件来代替 包括发动机 包括起落架 航电系统等等 但是这个就是刚才你也说了 就是我们瞄准的目标是比它更高的 我们不是单纯的是跟着俄罗斯跑 不是给它输血的 我们有自己的利益 不能说你俄罗斯想当然了这么搞 我们就一定在这么搞 所以前段时间 那个部长说完这个话之后 中俄之间肯定是有一番争吵了 然后肯定谈得不太愉快 然后这一次俄罗斯副总理又出来说 我们要逐渐减少在这个项目上的比例 甚至不排除要退出 这有点威胁的意思了 就说明了双方谈得可能不太愉快 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 只要从商务的角度来考虑它就行了 不必有过多的政治上的分析和考虑 即使像这位副总理说的 以后会减少这个项目的参与 但是双方合作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毕竟中国要发展这个项目 可以购买俄罗斯的很多的零件 部件配件以及技术 这对俄罗斯也是合算了 不是合作关系 但是经贸关系还存在 当然了我们希望俄罗斯能更多的参与 如果俄罗斯从自己的商业角度出发 想减少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接受 不至于影响中俄两国的战略协设备关系 其实就中俄历来的这几些大项目的 这个合作结果来看 结果都不太好 包括当年合作的这个拉达潜艇 还有中俄合作的重型直升机 包括这次这个CR99客机 这几个大项目的拉达潜艇 这已经黄了 重型直升机现在已经拖到2030年之后去了 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俄罗斯的航空工业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 就是那个已经是落后于整个世界了 虽然他这个有苏联留下的底子 在某些这个关键的这个技术上 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一个技术体育 但是在整体上这个技术水平来讲 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了 我们中国呢 并不只是说立足于有一个能用的东西就行 我们还要自己能造出最好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中俄双方这些大项目的合作呢 前景的未来可能都会逐渐的减少俄罗斯的比例 而中国呢 可能要自己独立的完成 速度反而更快 所以我觉得对CR99这个项目啊 可能呢会有些中折 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肯定不会下马 这个项目哪怕是推迟几年 但是呢更有利于他的质量的提高 更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 与波音与空客竞争去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文面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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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